我们说人间是阳简 男人是阳中之阳 女人是阴种 这个阳呢 当然是相对的 我们对下面的世界 我们是阳简 而且我们有有形的 看不见的肉体 它是一个实际的 一个能量的聚集场 相对比较一样 那对于上面 我们就应了 那人家纯阳之体 我们呢还要多学习 我们问 终于 讲究温 这是一个大派 一个字 张东姐 伤寒杂病论 凡事他都要 要 就是要温 温养 温养派 服养派 我们吃鸡 不管男的女的 我们生病 让不让吃 这个 这个 大洞鸡 女人是乌鸡 反正病人 包括鸡蛋 这都是鸡蛋 鸡 它是属羊 属温养 不是大羊 不是大热 相对 那种太大的 也消瘦 那酒 那酒呢 酒 是爱酒的酒 爱草 爱草 它本身是水 它点上火之后 它垢 但是它这个羊 它是刺激人的外部身体 到里面就没有那么热 所以说它又是一个相对 它就只有用这种取气上的和气中 我们用这种羊去刺激它的 这个这个寻陶它的经骤 也是促进它的经骤的消化 通常我们现在因为现在讲的七绝通常 那个七就跟这个经过关系很大 这个九它跟真它都是说可以配合着治疗 包括药互相之间全部你都可以一起来都行 而且这个真它是一般人就不能我们没有学医的 它就不会不会刺 不能乱刺 当然有些放血疗法 例外啊 就适当的放点血 也有 现在也不是说西方那些 他们当时也有一套他们的道理 跟中国它是配合型的 但是后来他们为什么默若 没有中国的这个完善 而且它是它偏向于分科 就是越看越小 它没有整体观了 越看东西越小 你老是往小猪找眼 你人干什么 谁来掌控 主控这个局 它都是 凡是东西都是由细胞 原子分子构长 包括猪一板的 有什么意味 人跟猪 基因相似百分之九十九 跟老鼠相似百分之九十九 跟猩猩还不如 老鼠跟猪 所以说哪个变的 到底是猴子变的 是猪老鼠变的 那个酒 就是说你熏到之后 包括泡酒 泡热水 这些都是用爱草 都是助理人体的洋气 睡觉的时候 泡酒啊 爱酒啊 这些都是免费的 其他的 就是很多都是花钱的 现在不讲钱吗 这些都是老百姓都可以用的 你只需要就是查一查 就是拿几个穴位适合你 你就是拿不舒服 老妹慢慢的去调养 效果很快 如果是再专业一点 他的热度 他可以那么 点着来熏 或者是转着熏 扫描着熏 或者是点一个 等一等再熏 针跟酒都跟血有关系 这个血 点血 这些东西都有 你会 是